台積電的股價一度飆漲26元 點火助攻之下 台股收盤占了2萬點大關 韓國媒體指出 台積電的AI晶片市佔率 將達到百分之百 3奈米製程的AI晶片 幾乎是壟斷的程度 現在反觀英特爾 最近拜登宣布要補貼他 6000多億 聰哥 這會不會是一場 里應外合的世紀大騙局 對 我們先跟他恭喜投資 為什麼 因為今天 持有台積電也非常開心 因為昨天晚上 美國的聯組會主席鮑爾 意外的放割 再加上說其實 今天盤後的美光大漲 連帶台積電的美國 盤前也大漲之下 台股也跟著開高 尤其是台積電開高之後 它大漲了26塊 整個市值已經突破了 新台幣20兆 也帶動整個台股 因為台積電是市值最大的公司 台股再創新高 攻上2萬0199點這個歷史的新天價 好 那我們講為什麼台積電會漲 我就講因為有很多利多 包括說外資 外資前幾天本來還在賣超台股 甚至還有原本 還有我們的外資銀行說 台股的台積電的價格往下修 結果沒想到現在外資集體認錯 你可以看到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匯豐 美銀 瑞銀 還有這個摩根史丹利就是大摩 還有摩根大同小摩 你看他們每一個拚的 都是買進買進買進 或是優於大盤 你可以要目標價 目標價你可以要這幾個 最低是850塊 現在台積電才784塊 你跟我們講樂觀情境 大摩還說上看1080塊 然後瑞銀說上看1000塊 這都還有一段差距 所以就是說因為 他們認為說我們看錯了台積電了 所以現在等於是集體的 認錯回補的一個行情 讓台股跟著往上漲 其實我必須說 台積電真的是走在一個人的武林之下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之前公佈的這個 我們知道之前台積電的 在晶圓大公的市占率大概50幾% 大家說我已經高到不能夠再高了 結果沒想到公佈的 去年第四季的市占率更高 我們看這兩個數字 這原本是第三季是57.9 現在第四季來到62.6 所以62.2 所以等於是說超過其他幾家的總和 其他幾家都沒超過他 所以就是說他根本是遙遙領先 你根本不用講 昨天領到補助的 Intel 拜託 他根本沒在這10名來 所以你就知道事實上 Intel你說補助那麼多 他到底能不能追上台積電 我覺得這個睡覺 這個夢裡面什麼都有 這樣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講 為什麼台積電能創新 當然很大一部分是因為 AI的關係 那尤其是最近韓國媒體 如果你有再注意韓國媒體的話 韓國電視台 或是他們網路的YouTuber 很多人都在講台積電 因為他們徹底認輸 但你看這是韓美的這個報導 我們還特別用了韓國 韓國的這個原文這樣出來 他的講法是什麼 我說台積電 現在大客戶第一名是蘋果 佔他25% 第二名是NVIDIA佔11% 但是他們就說 但是在AI晶片代工的市場 台積電估計 這個市占率超過90% 因為根本就沒有人 你看91% 他說根本沒有人 下單給我們三星 那甚至還有媒體就是說 其實不是90% 根本就是100% 因為根本沒有人下單給三星 所以連這個韓國媒體都輔了 這都是韓國的原文的媒體 好 那我們要講 為什麼AI這麼夯 因為當然有這個GTC大會 GTC大會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影片 這影片是輝打所展示的 它遊戲者開發大會裡面來說 它釋出一個叫In World AI的這個 有這個合作的遊戲的生成式AI 它這個意思是什麼 你看它人的這個回應的時候 可以隨著 比如說我們知道以前 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 可能就比較自私化的回應 它可能你玩三五個劇情之後 你很難再我有新的劇情 但是它可以隨時變化 連裡面的人 它也可以有不同的表情 譬如說你給他不同的回答 他有不同的回應 這完全就是好像 真人跟你玩遊戲的感覺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AI世界 所以才會帶動整個AI狂潮之下 台積電也跟著往上衝 是 現在除了蘋果需要台積電 回答需要台積電 現在SK海力士也得靠台積電 才能夠來過搶市 對 我們知道說過去台灣 跟這個韓國就互相競爭 互相競爭來說 最近過去韓國就說要什麼 Kill Taiwan 但是沒想到現在 是我們台韓要聯合起來 Kill Samsung 為什麼這樣講 這是海力士 海力士事實上它是全世界 大概約莫是第二大的 這個所謂DRAM 就是記憶體廠商 因為它目前為止跟我們的台積電 組成叫One Team的戰略同盟 專業同盟要做什麼 他們要開發所謂的 第六代的高頻關記憶體 就HBM 然後代號是HBM4 好 這個是什麼東西 簡單的說 HBM是用在我們目前的 AI晶片上面 就是AI晶片 你不只是你運算速度要快 這個記憶體簡單的說 就是存數 存資料 所以你要存資料 你要存得多 因為你資料多 你要存得多 所以它用這個超寬頻的記憶體 這個東西目前為止 SK海力士是世界第一 好 那我們就講 台積電除了SK海力士跟它合作之外 最近台積電也展出非常多技術 就是說我跟你們嗆聲 你們都跟不上我們 所以它最新的技術就是 台積電可能在1奈米以下 會用到這個CFED 就是說互補式的廠銷電晶體 這個其實有點困難 不過簡單來說 就是它這個製程來說 是它獨創 目前為止來說 它也是領先的一個地位 好 這個CFED 它可以使電晶體的密度提升 1.5倍到2倍 也就是說電晶體 簡單來說電晶體越多 它的效率就越快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它們還展示一個叫做CPO 就是細光子 細光子什麼意思 我們要過去 我們電路板裡面的這個電 都是銅線 可是佳鳳我跟你講 銅線的時候有時候會 這個運算速度太快的時候 它會用很多電 而且它功耗會發熱 未來我們把它弄成是光 就是傳輸的時候 不用電線用光 這個過去一段時間 可能要外接一個光的 這個插卡在這旁邊 後來就直接把它做到 這個晶電上面 所以你看台積電 你看互補市場效電晶體 然後這個CPO也有 然後又有這個 SK海利4都在 所以你說誰能拚得過台積電 目前台積電真的是 毫無競爭對手 當然 這樣看起來 真的是台積電 一個人的武林 一個人的天下 但是很奇怪 現在竟然Intel去跟拜登 就是拜登講說 給我們6000多余的補助 我們要來讓美國的晶電市場 重返榮耀 這會不會是一場大騙局 我必須說 這個不是叫大騙局 就是說反正我能夠拿多少 就有拿多少 但是我就是演一場秀 這樣子一個狀況 為什麼要演一場秀 我跟他講 因為白宮已經有最新的說法 因為根據晶片法案來說 商務部已經跟Intel達成 就是直接 我撥給你85億 是直接入你的帳戶 另外110億美金 是你可以來貸款 這個狀況 所以整體來說的話 大概約莫獲得200億美金左右的 這個包裝直接補助跟間接補助 台積電大概是60億美金 那三星大概是50 台積電是50億 然後三星大概是60億美金左右 所以大家想你這樣是不是大小眼 你這個好像對這個Intel特別好 那我跟他講 為什麼美國對Intel這麼好 第一個Intel畢竟是 人是美國土生土長 那是他們的長子 所以他當然對他好 那是不意外 但另外一方面是什麼 季辛格的前一陣子演很大 什麼叫前一陣子演很大 他前一陣子在推出什麼 他說我們要推出一個專為AI 人工智慧設計的 那個什麼系統級的 這個晶圓代工的這個服務 然後還說什麼 我們18A的製程在下半年 18A就對標台積電的二奈米 那我們台積電二奈米 是明年量產 他說我們18A 今年下半年就要量產 而且有大客戶 一大堆我講的 然後再預計在2025年2030年左右 要成為世界第二大經驗 說了一大堆美夢 就說我們有一天 一定會可以超越台積電 他講那麼多 因為他講那麼多 你看美國人當然聽得很興奮 給你多一點錢 你一定可以這個做得很好 可是問題是 我跟你講 季辛格說的是一套 但是我們來看看說 真的老實數出現了 這老實數是誰 財務長 因為財務長不敢講假話 你要公佈財務狀況 你不可能瞎掰 人家說你這個根本是亂說 他說什麼 他說Intel是我們台積電 這個Intel是台積電的大客戶 簡單來說 你不是有晶圓廠嗎 你為什麼要下單給台積電 表示說你的技術不夠好嗎 那18A 他說18A恐怕拿不到 外面客戶的大訂單 簡單的來說 就是18A只能夠用在 Intel自己本身的技術 沒人要用你 所以你看他講那麼多 什麼AI用什麼什麼 其實講的都是假的 所以為什麼財務人說 你好像是在這個 好像是在這個 算是畫大餅 騙到補助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我才說 從他們財務長說法來說 你就知道說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而且我們再給大家比較一下 我們剛才這個基辛格不是說嗎 他的18A非常厲害對不對 所以人家就比較說 18A跟台積電的三奈米 還有這個三星的三麥米 一起來比 結果比一比又發現什麼 發現說你根本就是 不論是從電晶體的密度 或是效能來看的話 台積電都是最好的 所以根本就是 你要這個說要宣稱 要超越台積電 那是不可能的事 尤其是我們知道 Intel都在美國蓋廠 那在美國蓋廠的時候 我跟你講 連台積電都蓋不好 你Intel又蓋得好 這個不可能 你看台積電宣布 亞利桑那州因為各種原因 他們人力 設備等等 他說我們的這個 這個所謂4奈米的製程 要延到2025年才能夠投廠 那不只是這個所謂 TSMC的這個亞利桑那州州廠 那連這個台灣的供應店都不去 都可能都要delay去投資 所以台積電是最會蓋廠的 他都蓋不太下去 那你Intel拿了這麼多錢 你就能夠蓋下去嗎 所以我才說 你Intel拿的錢是對你是 不無小福 對你的財務狀況會很好 但是你要追台積電 我跟大家講 套這個 套這個位澤家之前 就講過很多次 我們繼續再講一次 真的是門都沒有 各位好朋友 你有發現嗎 手機的APP一打開 你會發現 轎車平台是變多了 但是站在廊址 反而是轎車變得更難轎 你知道嗎 原來背後藏的是一場 30兆商機的小黃超級數據大戰 各家公司要打這個大戰 就要比 看誰的問獎多 到底他們背後盤算的商機 又是什麼 現在廣告有一個則廣告 就是大家來這個計程車 長不到 突然之間有一個 就很優雅在旁邊 計程車過來 他就一看是用APP來轎車 所以現在很多人生活中當中 轎車AV已經成為 越來越重要的一個工具 那已經發現到一件事 以前就是說 那就是台灣大車隊 會叫台灣真的 發現到最近這幾年 UX出來了 UBER就已經出現在台灣了 現在又加入一個新的戰局 是誰呢 就是Litex Lite轎車 但Lite轎車本來已經很久 但是最近發生一個 有趣的事情是 育龍入主了 好 這些故事 其實聽起來很簡單 但裡面眉眉嘎嘎就對了 就多了 為什麼 第一個你叫這個平台 你要不要有車 要 要不要有司機 要 全台灣C家已經9萬多人 那你怎麼在這9萬多人 搶得你這個司機 該怎麼做呢 而且理中最大咖的 就是台灣大車隊 他已經占了將近 其中1分之1的份額 那你要在裡面去搶 這個司機怎麼搶呢 好 第一招很簡單 司機要的是什麼 很簡單 就是你讓我退休 然後我不要付月費 所以UX一出來的時候 確實聲勢很驚人 他喊出來 前500個 Taxi來加盟我的話 你不用繳月費 你一樣有退休 你什麼該有的福利都有 而且你不需要費用 不錯 這個當時台灣大車隊嚇壞了 為什麼 因為他發現到 當這個廣告一出來的時候 就掉了 他們也承認 就掉了很多人了 所以他們這裡面 第一個挑戰就是 你怎麼來增加這些人 那當然就是 我給你很多的退休 我給你的費用 但沒想到UX一來 第二招更狠 他直接就跟車隊說 只要你介紹司機來 我就對車隊退休 那你知道 其實我們台灣很多車隊 車隊其實賺的錢 也是來自於計程車司機 那計程車是賺多少算多少 那如果你今天我能夠介紹 只是介紹司機給你 你就對我退休 那台灣校車隊當然很開心 那你們知道台灣大車隊 他其實也有很多車隊幫忙 糟糕了 那是整個車隊開始脫離的時候 這個台灣大車隊就覺得 這個事情有點不妙 但問題來了 對於UX來說 他補貼這麼多錢 他一定會有這個虧錢的問題 所以他好奇說 你補貼 補貼 補貼 你要怎麼辦呢 他沒有 他說一句話 對不起 因為他後面是Toyota 我後面其實還有包括其他的 數據是可以拿來做賺錢的工具 他舉個簡單例子 假設我今天透過這數據翻到 她是一個嬰兒的媽媽 對 根據她去的商店的行為 她可能去的地方都是 因為她可以從她的客資到 她常常去嬰兒漫飯店 這類的事情 那可以啊 我就透過我的平台 告訴你說 我現在有哪些嬰兒用符在打折 哪些嬰兒用符在打折 所以這個廣告進去的時候 數據是可以賺錢的 等一下傑明哥 你說的是說假如他今天算到 我是一個媽媽 我有三個小孩 我經常出入點都是學校 幼兒園跟一些 校戶商店 好 你有學校這件事情 那你是不是有文具的需求 對 你是不是有小朋友 可能需要的一些 文具啊 對 一些書包 書包 那就可以提供這樣的廣告 精準 對 媽媽其實也喜歡購物 看到這些有折扣單 我坐一趟計程車 我就有折扣單 當然就可以形成生意了 所以數據為王嘛 好 那當然台灣大車隊 也有在經營這個 所以我們去坐台灣車隊 還有送洗衣服的服務啦 還有送餐的服務啊 等等的部分也有 那只是現在看 你如何把這數據 變成更多的廣告 對 這件事很重要嘛 是 第三件事這更猛了 它叫生態 我舉個簡單例子喔 今天為什麼 Line Pay會跟這個 Line轎車 為什麼要跟這個 我們說育龍合作 對 他就舉個簡單例子 他們發現到 在這個Line的群組裡面 有些人他基本上 他比如這個是一個真實案例 是一個逐科的高階主管 對 他因為他下班很累 所以他的交通工具都是Taxi 但突然之間發現到 他每隔一段時間 他就會坐車到飛機場 所以根據這個算法來說 他一定是逐科的高階主管 他定時時間就會去坐飛機 所以根據大數據算出來 他大概每隔多久 他就會坐一趟飛機的時候 還沒有他坐飛機之前 他就提供哪些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機場接受的服務 還有其他的服務 這些費用就變成是生態系 生態系我們等會兒談 因為這裡面有很大的商機 所以我們整個看得出來說 這個市場確實是越來越豐富 當然贏家也是我們這些 坐車主叫計程車 他會得到更多的服務 好 那我們就回來解釋 這場戰爭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第一件事情裡面的市場非常龐大 有數據顯示 全世界包括我們說的租賃汽車 寄人車 還有包括我們說這些相關的這些服務 包括汽車送修的服務裡面 我們稱作為移動服務 還有一個專有名詞叫移動服務 移動服務的產值可以高達1.1兆美金 這是國外平台的數據 相當龐大 所以也就是說 歐洲有一個很大的叫做平台叫BOT 據了解他也看好台灣商機決定來了 為什麼看好台灣商機 這很好奇 說計程車到底有什麼了不起 有一個數字很有趣 我們知道這個疫情改變很多人的習慣 以前在疫情前 我可以搭捷運 我就搭捷運 我可以搭大眾運輸 就搭大眾運輸 經過這疫情之後 能發現叫計程車也是很方便的 所以很可怕的事情 2023年的數據顯示 現在搭乘所謂的這種Uber 我們不是一般taxi 我們只是Uber 台灣大車隊那種轎車的數量 比2019年多了30% 不是10% 不是5% 我們現在觀光業還沒有回到2019年 但是轎車服務已經比2019年多30% 按這個速度來說非常驚人 所以這件事情當然就吸引到了 就是育龍 我們說育龍現在做什麼動作 這是言成立自從他最近中華汽車 有一款車賣得很好的時候 他的氣勢更強 結果你知道天降神兵 原來其實他們跟LINE一直都關心 LINE跟育龍之間有一些生意往來 但是LINE轎車 LINE taxi一直屬於虧錢的狀態 所以他就問一下說 育龍有沒有興趣來接手這個領域 雙方其實投資金額不多 就7.9億元 育龍絕對付得這筆錢 育龍二話不說 就吃下了50%的股權 好 就拿下了這個 這個我們說的這個 就是有關這次的這個UX 好 等我們再談這個Uber 跟這個核泰的關係 我們先談這個是最有趣的內容 好 那他這件事做完之後 因為我們知道 育龍其實他有三大事業 跟九大業務 好 這裡面也包括企業的租賃 等等動作 還有包括購價等等 所以當他LINE pay 跟他合作的時候 LINE tax合作的時候 你知道他有多少的會員嗎 我們剛剛UX他努力那麼久 也不過是100萬個會員 那台灣大業務他因為時間很長 他總共有780萬的會員 那如果你要擠入到前三大 如果你拿個50萬很難看 結果一看數字不得了 380萬的會員資料 哇 這個數字是非常可怕的 那當然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要去簡單一句話 我可以從小黃轎車到汽機車 甚至我們說單車共享服務 甚至連二手車這些部分 我都可以得到好處的時候 他建構的是一個龐大的商機 意思說等於旗下每個企業 都可能賺到錢 好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UXI跟UBER 突然間合併 這是大家所叫的 因為最近有人在打UBER轎車平台的時候 竟然他也可以叫到UXI 其實我跟你說 核泰衛這件事他們是討論很多 因為他一件事情說 你有好處嗎 這個會使司機的競爭更劇烈 而且補貼站會越來越嚴重 因為你今天在UBER平台裡面 你要擊敗其他的幾個車隊 你可能要折扣 但是贊成派是說 對不起 其實我這麼講 這些司機也不是只有跟你往來 他很多往來 所以你在這個平台裡面 基本上不會邊緣化 到底他在想什麼呢 其實UXI他做了一個東西 叫做去去 很多人都有在使用 號稱這件事 全台灣用頻率最高的前四大 去去是什麼東西呢 比如說我們都喜歡去旅行 或者我們想要旅行 可是我們一年才去兩三次 但有時候心情煩悶的時候 想到知道別人玩什麼 去去就提供你台灣各個景點的旅行 所以當你常常上去的時候 他就知道你的資訊了 所以你要安排旅行 比如說你要去飯店 你要去租車 或者你今天要搭車的時候 他提供你所有的資料 這就是廣告收入對不對 好 所以當你去去的數量越大 有流量的時候 請問一下 台灣大師要不要跟他合作 有 那Uber當然要合作 那這裡所產生的利潤就非常近了 所以他在乎的去去 他在乎是什麼 他在乎整個集團 他透過這個380萬的客群 甚至有更多 他每個部分 你有在站上 你可能租賃的業績也增加了 所以雙方在這邊火拼 是越來越劇烈 好 那當然重點的事情是我們講完台灣 我們不能不講中國 對 這家我必須要跟他說立正正好 你有聽過一個轎車平台 他沒有司機嗎 沒有司機 他沒有車隊 沒有車隊 對 他也不用養車 但是他可以成為中國前二大 僅至於滴滴最大的轎車平台 那他有什麼 對 好 有一位台灣的會計師 他去了中國 然後他點出了AP 就是APP 就是他點對點的時候 他叫到一部車 非常精準的事情是 他到達時間點的時候 跟他所約定的時間 竟然是完全分秒不差 天啊 這太精準了 好 這家公司 他的名字就是我們說 現在全台灣 全中國最大的一個 所謂的Google Map的 其中一個行業 那他的特質什麼 他叫做高德 因為中國有兩個地圖 一個叫高德 高德一開始做地圖賺不了錢 但是他發現到這個地圖 如果今天把所有的 全中國除了滴滴以外的車子 全部到我這邊來 還不得了 其實我今天到了中國 我打算從上海哪個地方 到哪個地方 我只要點完之後 他馬上跳出來 有個車子可以幫你的忙 那 迅速 非常迅速 而且他會問你說 那你的酒店訂好了沒有 然後你其他行業訂好了沒有 所以他完全不需要提供 所謂的計程車 因為所有的平台 全部會靠他 因為他們有共同敵人 叫做滴滴 所以加入這個平台之後 就可以跟滴滴來對戰了 所以他告訴你這件事 現在中國最頻繁的APP 不是別的 竟然就是高德APP 因為中國人都要出行 所以我們看起來 這個行業裡面 利潤不在司機 利潤是所謂的 在車道上面賺錢 賺各式各樣的錢才是主流 很多人都要出行 政界 商界 演藝界 跨界揭秘 重案 懸案 風極案 拍案 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鈞 我是李嘉明 敬請鎖定 577萬網 真相不漏網